中国它的征服统治过程 最后改造成中国人汉化过程 我最近在读一本关于 新疆维吾尔地区的私人的回忆录 这里面就是大量的讲中国 怎么样强制汉化的过程 新疆这样 西藏也这样 就大量的移民过去 石板先生你去新疆和西藏都有采访过 本来那些地方都是所谓中国的少数民族占人口多数 维吾尔或者藏人占多数 可是经过这30年所谓改革开放 这些地区完全成为汉人占多数了 这个一个是大量移民过去 另外一个他们现在要民族混居 还有一个是现在共产党当地政府奖励汉人和维吾尔人通婚 如果通婚的话可以拿到政府领钱 就有好像一万人民币还两万人民币的奖励 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就听说有很多骗子结婚离婚 每次都拿到政府拿钱 这个是一个 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共产党是这么汉化 但是汉族一直在这么做 对我来说最震惊的是我去云南的白族的地区去采访 就是过去的大理国 然后他们说他们有自己的语言 历史上有自己的文字 大理国的时候有自己的文字 但是这个文字已经消失了 就是汉人统治之后 就是说你们讲话他管不当 但是有任何文字留下来的话 要抓起来杀头 见到文字就毁掉 见到文字毁掉 这几百年下来之后 他们自己本来大理国的文字 现在已经没有 所有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写 就知道我们历史上过去有文字 我们这个语言是 方言是有文字的 但是这个文字就完全被汉族人给废掉了 因为没有文字的话 就没办法传成自己的历史 就很多的历史就必须让汉族人编的历史来讲 所以说我觉得汉族其实是不停在扩张驯化的过程 少数民族很多的地方的地名 比如说过去乌鲁木齐叫狄化 就起狄开化 就要把这些人驯服过 那么其实三国演义很有名的桥段 就是说诸葛阳七秦孟霍 那其实就是一个驯化的过程 让少数民族把它同化来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 汉族的扩张性 请约性 其实也是蛮强的 即使刚才杜老师讲的 满清帝国最辉煌的 阵仗的这么多区域 最后满族被 基本上被汉化了 我们老朋友 傅查先生 他是满人 可是他实际上满族的语言文字 他实际上相比来说 对于汉文语言文字来说 他的掌握能力就要差很多 他基本上也是用 我们所谓的中文来看书写和讲的 很少会用到满族的文字和语言 现在真正的所谓满族人 满清帝国的遗老遗上 已经没有了 除了金辅聪 金辅聪不会 他也绝对不会满人 对 两位主持人所讲的这一些 其实都是中国历史上 不断在发生过的 大家要看 所谓中国这么大的中国范围 里面的 他就是都是不断地 在不同时期不断地有重复这一些 大家先刚刚谈了一些 先要了解 第一个 这个清政府统治 他统治那么大的地区 其实他采取的 对于我刚刚讲的 所谓势力范围的地方 他采取的是 尊重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 而且那个地方也是相对的 这个自治性是很高的 就是说统治者 他不是由中央政府派官去统治 不是的 他是由当地他们的 比如说他们的组长 或是他们原来的领袖 这样来统治的 所以满清的帝国 他是一个真正的多元民族 多元文化的 他是容忍在他统治的范围之内 有不同的宗教信仰 不同的文化现象 不同的语言 很多种 他是在满清政府是容许这个 但是进入了民国以后 因为开始所谓民族国家 而且民族主义就起来 民族主义问题 等一下我们会讲 他开始有了民族国家以后 就是变成是 一国要变成一个民族 所以他就要对原来的 不同民族要进行改造的 要更彻底 以前是不断在进行改造 但是这一次就更彻底 大家知道中华民国 在中国大陆就是49年 这49年里面的战乱的时间很多 不论是跟日本打仗 还有内部的内战 他真正的能够实际统治的 稳定统治的时间不长 所以他中央政府在这方面 还没有办法很着力 但是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的理由就不一样了 各位朋友 我们的YouTube欢迎大家订阅 赶快拿起手机搜寻三国演义 一二三的三 国家的国 演员的演 议论的义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手机 订下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